关于犹太人问题的组结 这是我们第八个问题 也是犹太人问题的最后一个问题 欧洲为犹太人分为三部分 西欧犹太人 中欧犹太人 和东欧犹太人 自从人类的现代化进程 从欧洲启程以来 尤其是18世纪 英国的工业大革命 法国的政治大革命 还有拿破仑战争 横扫欧洲大陆以来 与其他地区的犹太人相比 西欧各国的犹太人 我们先谈西欧的犹太人 西欧各国的犹太人 他们更为迅速的融合进了 他们所在的国家和社会里 这些民族国家的类型 是不同于德国的 西欧国家的类型 它的早起 他们是现代化的侧原地 最先搞起现代化来的这些国家 这些国家的犹太人 我们说由于工业革命 由于政治革命 特别是由于拿破仑战争的影响 犹太人 很快地融入到了 他们所在国家里面去了 那么这些国家都是民族国家 但是他们这些民族国家 和德国的类型是不太一样的 他们信奉的民族主义 是一种政治民族主义 政治民族主义 所谓政治民族主义是指什么呢 任何一个人 不管你是哪个种族的人 只要你承认民主的基本宪法 承认政治自由和人权 你就可能成为这个国家的公民 它不是以人种来化解的 是通过你的政治态度来化解的 只要你承认 承认西方的这些民主基本原则 承认基本的自由 政治自由 承认人权 你就可以成为这个国家的公民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举个什么样的例子 从这些国家的体育运动队 我们中国人最了解 最喜欢看人家西方人的 搞球类运动啊干啥 你一看你就知道了 你像英国 法国 美国 这些国家 你看看他的运动队 你就看出名上来 是吧 这些国家里边 篮球队 足球队里边 黑人一几大堆 你像美国搞田地运动队 几乎全是黑人 全是黑人 是吧 有时甚至看不到白人的影子 但他是美国人 他是美国人 你在英国也能看到这样的现象 你在法国也能看到这样 法国足球队里边的什么 奇达类啊 亨利啊 这些人根本就不是什么 法兰西人 是什么 是阿尔及尔人 阿尔及利亚的人 但他可以加入到这个国家里面来 我承认你的自由人权 我也有本事 你也愿意接受我 这样他就进来了 所以这些国家搞的是政治民族主义 政治民族主义 是吧 我们大家要知道 但是你看看德国的运动队 一定是青衣色的 金乏碧眼 是吧 我们原来 有一个 最近这两年 有一个年轻的 小伙子当德国的足球中风的 那个人是从波兰来的 但他家里原来是热卖学统 他是有热卖学统的 他是按人主来的 所以德国的足球队里面看不到黑人 他不接受 为什么呢 因为德国人他们信奉的民族主义 不是政治民族主义 而是文化民族主义 文化民族主义和政治民族主义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民族主义 文化民族主义与政治民族主义有着重大的区别 文化民族主义是在政治统一没有办法实现的情况下的一种民族主义 政治统一没有办法实现 这个民族主义生长出来的时候 形成的时候 它的政治统一没有完成 这样的国家就搞 要搞爱国主义 要搞最后发展到民族主义 它就是谈文化的 实际上我严格的说 我们今天中国搞的也是文化民族主义 也是这个东西 因为我们中国的大陆和台湾 没有实现政治统一 不在一个共同的政治统一 不在一个共同的政治统一项 所以你看看中国的春晚 你就可以看中国 谈什么呢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 这在谈啥 这个中国指的是啥 不是政治 是指的文化 是指的文化 所以你要谈到的是文化这根玄 为什么呢 中央电视台天涯共此时 也是谈文化的 也是谈文化的 谈的也都是什么 我们都用筷子吃饭 我们都写方筷子 是吧 我们都过春节啊 谈这个文化上传统上的共同点 这样来把能够联系两岸的不是政治 是文化 是文化 总而言之就是要寻找两者之间的文化共同点 这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 因为你的政治上没有完全实现统一 所以你看浪费了大量的时间 就在为这个概念的问题来争来争取 实际上没什么意思了 到了现在开始搞了 两岸开始真正要面对这个问题了 基本上是模糊政策 就是谈文化 谈文化交流 什么富春山居土啊 这啊那啊那啊这的 你看 全部是完整的 这就是搞文化民族主义 我们有着共同的语言 共同的生活习惯 共同的服装 共同的什么传统 共同的啥 全是文化不是政治 就是这个问题 那么英法美他们的国家是统一的 他们的国家是统一的 他们本身作为一个美国人 英国人 法国人 在相应区域的空间里面的身份是毫无问题的 什么叫美国人 生活在美国的那个大陆上的 那个境内的人就叫美国人 他就叫美国人 什么叫英文 英人山岛 那个早上 法兰西 好听闻 都是这样的 都是这样的 他们的身份 他们是最早走民族国家这条路的 他们是先有一个民族国家的基础上 再来发展他们的文化民族主义的 他们的政治民族主义 在前 然后再来发展他们的文化民族主义 而德国就不行了 德国没有这个政治统一 所以先玩的是文化民族主义 这就是这两种民族主义 一个很大的区别 那么那些处于分裂状况之下的民族 由于没有实现政治统一 又要强调他们民族的统一性 那就只有通过文化 语言风俗 这些东西来强调他们的共同性 而这与英法美这样的国家 是很不一样的 由于自由平等博爱 这样的法国大革命精神 还有拿破仑法典 在西欧社会里面贯彻的比较彻底 所以一旦这些国家宣布宗教自由 信仰自由 那么信仰犹太教和信仰基督教的人 也就没有什么高低之分 那么一名犹太徒 也就完全可能在这个国家里面 成为一个政府的官员 这是毫无问题的 不是说这些国家里面后来没有反忧的 也有 比如说法国就出现了德雷福斯案件 但是我们看看 德雷福斯案件出来的时候 德国这个法国的整个社会的精英团体 是站在反对的面上的 大文豪文都坚决反对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品系下去 所以这些国家 它有反游的倾向 但是占主流的人们 思想意识观念上 不是像德国那样 德国人就是完全是熟悉这个口号 保持沉默或者是怎么样 或者是注重为例 这些国家有这样的事情 马上就要反击了 所以我们说西欧各国的犹太人 他们能够更为迅速地 融入他们所在的国家和社会 而且他们具有规模小 根基牢 经济上富裕的这样一些特点 犹太人在西欧英法也是很富的 规模比较小 根基比较牢 在政治上 法律上都有特定的地位 另外一会儿我们要谈 还有一个犹太人 就叫做东欧犹太人 我们刚刚谈了 西欧犹太人 东欧犹太人 东欧犹太人不一样 为什么呢 由于拿破仑在191812年 入侵俄国时的打了败仗 打了败仗 所以这次苏联阅兵 一个是67年的 还有一个就是 莫斯科反击拿破仑 胜利200周年 都在纪念 200年前的这个时候 拿破仑的部队冲进了莫斯科 我们看过战争与和平 我们就知道 俄罗斯人用焚烧这个城市的办法 来迎接拿破仑 所以拿破仑到了最后 粮草都没有了 最后 整个大军全面崩溃 俄罗斯这个民族 还是有他的狠气 这个是蛮了不起的 连手都抹都烧掉 烧掉以后再扯出来 我就是不投降 就是这样的 所以 由于拿破仑打了败仗 所以 东欧社会仍然保持了一个传统的 专制社会的这样一个模式 拿破仑法典在俄罗斯这个土地上 一点影响都没有 或者说 只受到了这场西方现代化浪潮很少的波及 甚至完全没有受到波及 所以 东欧各国的犹太人 在沙皇时代 绝大部分的时间里面 仍然是生活在专制主义的格都当中的 还在格都里面没走出来的 连犹太人解放都没干 只是到了后来啊 沙皇这个1860年代 这个沙皇后来搞了一次改革 尼布拉尔斯的改革的时候 开始有所松动 所以就培养了一批犹太人 犹太的基因就出来了 但这会儿呢 他们这个资本主义的发展呢 发展得非常慢 马上就遭到了打压 因为这个俄国的这个改革又失败了 所以这个社会又倒退 这样已经有一批成长起来的犹太的知识分子 这些人他们走了什么路啊 他们就走了布尔斯维克的路 是这样出来的 但是整个犹太人的群体上面看起来 大家仍然还在那个格都市的那种生活环境当中 所以东欧各国的犹太人 在沙皇时代是生活在格度当中 他们几乎没有解放一说 并且具有规模大 社会根基前普遍贫穷的特点 你看刚好和西欧犹太人是相反的 刚好是相反的 一个是很 已经完全涌进了 一个完全没有涌进去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东欧 中欧了 以东西欧犹太人相比 中欧的德意志犹太人呢 恰恰处在两种决然不同的发展的边界地带 既不出于东方的那种格度当中 又没有像西欧那样完全的融入社会 他们处于这种明显的具有地缘政治学意义的边疆上 这是一种地缘政治意义的边疆地带 这种边疆也就意味着一种文化的边疆 当西欧的犹太人 在为他们自身日益完善的成就而感到自豪的时候 当东欧犹太同胞 仍然处于前现代化的 落后可笑迷信的文化匮乏之中的时候 以德意志犹太人为代表的中欧犹太人 中欧犹太人 德意志犹太人就是中欧犹太人 这些中欧犹太人呢 以德意志犹太人为代表的中欧犹太人 则在过着一种不安全的 具有挑战性的 冒险性的边疆风格式的生活 怎么叫边疆式的 我们现在新疆是边疆 我们这里是内地 跑到那个地方去啊 总是有一种不安全感 是吧 我们在武汉我们感觉到很安全 是吧 你到边疆随时可能外边要入侵进来的 这是一种边疆文化 边疆文化是一种不安全的 具有明显的挑战性的 而且具有冒险性的特点 有了人就处在这个状态当中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是在1812年 拿破仑战争的冲击之下 才开始在一种开明君主专制的改革进程当中 迈向解放 迈向现代化 他们是在1812年的时候 由于拿破仑战争的影响 普鲁士政府搞了这么一个解放 是吧 所以他既没有像西游犹太人 融合得那么快那么早 也没有像东欧犹太人那样完全没有融合 他处在两个状态之间 所以他就具有了一种所谓边疆式的风格 那么1812年这场 对德意志犹太人的解放是很不彻底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场解放碰到了一个德意志文化民族国家的发展时代 德国以前没有民族国家的概念 原来三百多个帮国给人家打了一家伙 德国的民族主义是被人家打醒的 原来你是巴法利亚人 我是柏林人 他是赏身人 他是汉堡人 德国人只有这种概念 没有民族的概念 没有德意志的概念 没有这样一个概念 是吧 自家人自家人 这个民族主义是需要一个第三者来证实我们两者之间的共同性的 如果那个第三者不出现 不说明我们两个是一家人 那个第三者一出现才发现 哦原来我和你之间是有共同性的 所有的这个民族主义 爱国热情都是这样搞起来的 你看共产党和国民党在那 以前围剿红军之后互相施杀 突然间来了个日本人 发现哎呀 其实我们两者多出中国人 是吧 就是这么个道理 所以民族感情是需要第三者的介入来证明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拿破仑战争一打进来以后 德国人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 是这个时候觉醒的 但是这个时代啊 我们说 他是一个德国人要创造自己的文化民族统一国家的时代 普鲁士官僚改革派 他们对犹太人开出了这样的解放条件 那就是要你们要犹太人 要在消解自身民族性的情况下 来适应这个德意志的市民社会 你要想与德意志文化同化吧 是吧 那很简单啊 是吧 你就要先消解你的犹太民族文化 正如我们前面所讲到的 你要取一个热卖人的名字 是吧 不管你怎么取 你要到户口 登记处去登记 你进入到德意志社会里面和别人打交道的时候 是不能够用希伯来语了 要用德语 是吧 否则你就融不进去 是不是 是吧 而且你不改变宗教信仰 是吧 我就不让你做国家的公务员 是不是 这些规定在西欧是没有的 西欧是没有这样的规定的 是吧 而在德国绝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因此德国的犹太人 只有个体性的走出格都 并同化于这个市民社会的机会 你能不能同化 那在于你自己个人的能力 是不是 不是你自己混得好 你自己混进了市民社会 那么在西欧不是的 西欧就是一直命令下来 今天法律宣布我们要解放犹太人 所有人全部都平等了 一句话就解决了 是吧 在现代化先行者美国和英国那里 现代化是摸索的向前走的 英法美这些国家 他们是现代化的首创国 或者说 起源国家 现代化的来源国家 他们最先开始搞现代化 是吧 但是他们当初在搞现代化的时候 不知道自己搞的是现代化 我们原来讲过这个问题 是吧 他们是摸索的向前走的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是吧 并不知道他下一步要走到哪里去的 不过在德国的土地上 这场斯泰因哈登堡的改革 开始了德国的现代化的进程 使得现代化第一次获得了他 自觉的目标明确的进程 德国的现代化是自觉的 是目标明确的进程 他从一开始就意识到 他要达到的目标 他是模仿别人 看到了这个目标 是吧 指引他们的 也是经过公开讨论和刻意选择的战略 因此 德国的现代化是一种什么呢 是一种赶超型的现代化 是吧 我们要现代化 我们要比别人更快 我们才能追上人家 所以这种现代化 不是我们 英法美则叫原生型的现代化 那个呢叫模仿式的 但是实际上是个赶超型的现代化 就像我们今天中国一样的 赶超型的现代化 现代化不是我们创造的 现代化是别人搞起来的 我们在模仿人家 但是我们开始搞现代化的时候 我们的目标是自觉的 是明确的 我们要达到我们的目标 在一开始我们就有了打算 不想他们往前摸 往前摸 所以这种性质是不一样的 它叫赶超型的现代化 你的发展速度还是比人家慢 你永远赶不上 你永远和人家距离越来越大 你永远没有解决你的问题 那么具有这种特点的现代化 它是经过设计的现代化 是吧 这种经过设计的现代化的特点 自然会在得一支犹太人的现代化经历当中 找到生动自觉的反应 在一九四五年以前的一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边 得一支犹太人 他们的经历和命运 恰恰最能反应得一支现代化的经历和命运 无论这条现代化的道路 是顺利的向前推进呢 还是面临危机而受挫 都一定会在犹太人的身上 找到具体的体现 你就看犹太人 一看你就知道 德国的现代化顺利还是不顺利 是吧 德国的现代化是在向前推进 还是遭遇了倒退 一看犹太人就能看得出来 我们来举几个例子 当德意志经济现代化 在十九世纪末 获得了所谓跳跃式发展的时候 那正是德意志犹太人 整体性的成为纳税阶层的时候 表明他富裕 德国的经济形势以后 犹太人百分之八十人都成为了纳税的阶级 是吧 德国人百分之八十人都成为了纳税阶层的 德国人百分之八十人都成为了纳税阶层的